大家好,我非常高兴地参加这个长生学会 因为之前一直都有听说这个什么长途治病啊 这些东西呢,一直就想这样证一下 然后刚好我这次的机会呢非常好 通过昨天的学习,然后呢老师的,老师的感谢 然后我也没有怎样感觉 平时呢睡觉呢就总是晃来晃去 一两两钟还要起来上厕所 昨天就不知道,不知不觉呢就十点多就睡了 因为小孩今天要做早餐,我就五点钟就必须闹钟起来 我就,为什么昨天睡得那么沉呢,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呢等到闹钟响了才知道 我昨天是怎么睡的呢 为什么一点一点感觉那样的一点什么吵声啊,什么声音 都不知道,所以我就刚才一来我就跟圣姐说 我昨天为什么睡得这么好 所以非常感恩朋友介绍进来这个长生学 也非常感谢这个老师的这个真诚的付出 感谢大家,感谢老师 谢谢大家 接下来